大家好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五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打赏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观看更多视频 投资偏好发生重大变化 美股投资者正涌入抗衰退行业 美股已从4月份的低迷中反弹 但值得注意的是 领涨的确实通常在经济低迷时期表现优异的行业 自4月16日标普白指数触底以来 公用事业类股一路走高 涨幅近12% 消费品类股上涨了近5% 而标普白指数仅上涨约2.7% 华尔街策略师表示 在经历了2024年初的低迷表现后 这两个行业可能会迎头赶上 考虑到这两个板块 去年都是标普白指数中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 一个投资官KL认为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这只是投资者转向一个 尚未参与近期市场反弹的领域 他表示 从估值角度来看 公用事业板块进入3月份的交易价格 相对于标普白指数的折价幅度 是2009年以来最大的 与此同时 消费必须评估在过去年落后标普白指数近30% 这提供了潜在的买入机会 盈利增长率 此外 围绕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项目的兴趣增加 如何促进公用事业板块公司的电力需求的讨论 也日益增多 此外 还有几个宏观因素在其作用 公用事业类股走高之际 投资者已经消化了美联储上周发出的信息 即不太可能再次加息 公用事业类股通常对利率敏感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从2004年的高点下跌了约20个基点 为过去一年通常因美债收益率上升而下跌的这一行业提供了喘息之机 另一个关键变化来自经济数据 在年初经济增长继续让华尔街感到意外之后 数据在4月份发生了转变 例如弱于预期的就业报告和当月制造业活动的收缩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肯定在放缓 但它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 摩根士丹利首席投资官MW在5月5日给客户的每周报告中写道 如果制造业数据继续疲软 投资者可能希望考虑在公用事业和必需消费品等防御类 防御型股票中持有少量的敞口 但公用事业和必需品类股的上涨不一定会持续下去 嘉信理财一个投资策略师KJ说 他不确定这种防守策略是否会持久 因为当你看看自3月初以来引领市场的因素时 会发现有多种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他表示 过去几个月通信服务行业显示出企业盈利增长的趋势 能源股偏向周期性 与此同时 公用事业股最近的上涨显示出防御性 目前这三个板块都是今年标普白指数中表现最好的板块 他说这其实并没有向我发出明确的信息 让我知道市场的风险究竟是偏向上行还是下行 机构说 美股上涨潜力有限 小企业叫价值股更具性价比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集团旗下子公司表示 美国股市在2024年3月底创下新记录之后 现在正在原地踏步 甚至在经历6个多月的回升之后 出现了一些获利回途 与去年不同的是 2024年目睹神奇七雄以外的细分市场都获得增长 在美国股市第一季创纪录之后 与美联储应对经济复原力密切相关的货币政策之不确定性 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已经引发市场的新一轮波动 然而美国股票估值仍然很高 尤其是与欧洲和中国的股票相比 而且鉴于市场近期的强劲表现 在传统的年终回升之前上涨的潜力有限 尽管美国利率上升 给予本来已经很高的估值倍数施加压力 但增长风格这个股票表现良好 虽然增长型公司的利润前景仍在上升 但最大部分要归因于神奇奇雄 从长野来看 对这些著名公司的股票保持建设性的看法 鉴于他们的增长前景很具有吸引力 然而近期市场驱动因素的趋势 使价值风格股票更具吸引力 由于全球经济重回增长的轨道 通胀紧随其后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价值风格行业 能源 原材料 银行 有望上涨 在欧洲和英国高度存在的 景气循环性股票也是如此 他认为 在美国 小企业可能是价值股的更好替代选择 因为他们在固执方面 仍然享有相当大的折扣 并且将受益于总统大选前夕的 美国国内主题 前提是投资者必须将资金 留在有利可图的价值型著名公司 此外 美国股市由于受到增长型投资风格的主导 表现 优于其他投资风格 并且受到某些科技股的推动 而有优异的表现 引发人们对美国市场目前集中程度的质疑 在此背景之下 重点是要经过经销细选 和进行多样化的风险敞口 由于美联储预期将在下半年开始降息 在估值已经颇具吸引力的情况下 小企业应该会受益于宽松的金融条件 他提到 相对于美国股市 欧洲股市仍以大幅折价进行交易 近几个月来 人工智能相关的增长潜力 使这种估值差距加剧 而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都位于美国 则AI在美国更为强劲 即便如此 目前金融服务 能源和材料等景气循环性产业的估值差距最大 在欧洲 由多种驱动因素推动景气循环性股票的回升 首先 这些股票得益于全球PMI和制造业景气循环的复苏 其次投资者预期欧洲央行将在美联储之前降息 再者 低缘政治紧张局势 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 加上中国经济的反弹回升 可能导致石油和原料 原物料 这个价格上涨 欧洲行业轮转已经开始 2014年第一季度 业绩公布季 应该是2024年 第一季业绩公布季正在进行中 届时将证实企业盈利的势头 并准确定位正确的投资风格 另外 自2024年1月底以来 中国股市以及台湾和韩国股市皆有强劲的反弹 台湾科技供应链 AI云端服务器呈现几项乐观迹象 加上韩国正在进行的企业价值提升计划 由此给予市场支撑 主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仍然吸引投资者流入 传OpenAI 拟于下周一公布AI搜索产品 将与谷歌同台打泪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微软支持的OpenAI计划 下周一公布其人工智能搜索产品 将与搜索领域王者谷歌 及资金雄厚的AI搜索初创公司 Proplexity展开竞争 公布日期或发生变化 此前并无相关的报道 据悉OpenAI或将在周二 谷歌年度IO大会开幕前一天 宣布这一消息 届时预计 谷歌将在大会上 发布一系列人工智能相关产品 OpenAI拒绝发表评论 据报道 OpenAI的搜索产品是其旗舰产品 Chat GPT的延伸 通过这一功能 Chat GPT将能够直接从网上获取信息 并包含引用信息 Chat GPT是OpenAI的聊天机器人产品 使用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 以生成类似人类对文本提示的回复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微微的波动 似乎空头还没有显现出力度 那么今天要我时段还是小多头的这种感觉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部分科技龙头 大家要把握一些加仓的一些机会 如果后续 比如说接下来有出现强劲的音线的时候 大家速度要慢一点 加仓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还在这里磨叽 那么压后时段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最终的奇形 这是一波上涨高潮 然后跌下来 对吧 但我们说 空头的确认需要强劲的四小时大音线 那么现在空头没有显现力度 不能踩顶 因为美股多头强势的时候 踩顶是徒劳的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顶 有啊 只要给出大音线往下砸 对吧 再看日线 日线呢 过去三天的横盘呢 我们第一假设是上涨中继 我们应该把下跌趋势线删掉 对吧 恢复到一个多头的一个态势 尽管呢 大盘呢 比较强势 但是仍旧相当多的这个科技工人 还处在这个相对低点的一个震荡行情中 对吧 所以多头呢 应该趁势把握机会 那么对于啊 半导体领域 待会咱们看啊 他会不会给回撤啊 我们还需要观察 对吧 这个市场呢 变换莫测啊 好 道指 道指呢 延续了反弹 那个走势 非常的强势啊 太强了 所以说市场的短线风格 在发生一些局部的变化 可能是希望科技股停一停 然后呢 降息呢 导致这个 呃 一些传统的价值股啊 周期股啊 可能会有所反应啊 目前呢 多头应该啊 我觉得这个道指也比较难把握哈 难以把握吧 所以呢 呃 再看一下啊 那如果多头感兴趣 可以适当进场 然后呢 只存小一点啊 去跟一小节 那后续呢 回撤的时候再卖了 等回撤代指定再去做 是吧 也只能这样 因为魅玉期他这么猛啊 可见市场风格的切换 就在本周哈 本周五个交易日吧 今天周五吧 今天周五这个小阳线 你看 这风格切换太快了哈 所以 比较需要迅速的决策 那么小盘股也是类似 所以大家可以 关注一些抄底的机会哈 我们这几天 其实有一些标的 已经在关注 抄底的机会了哈 一些传统股和小盘股 是吧 反而科技股我们是一种 什么呢 就是说你先去市场 如果你之前捡过池 或者是卖卖掉了 你先去市场对于科技龙头 然后分批买一点 对吧 那如果你还有 大量的闲钱 你可以适当布局一些啊 其他的你看好的标的 因为科技股目前有点疲软啊 好 这是我们看一下标普 标普继续延续了反弹啊 所以呢 多头非常猛啊 好 继续观察 好 我们看一些热股 我们刚才说 脚盘股什么的 对吧 你看这市值是107 那如果今天空头 不显现力度 这个位置是 做多的架构 因为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这不就震荡上行的吗 只不过这波回撤洗盘 实在是太深了 是吧 力度 时间都比较久 那么这样的话 意味着后续真的止跌的话 还要再去涨到这个 当前这个高点值 甚至更高 更高 我们之前 从最下边挖掘利润是吧 大家还记得去年吧 前年年底 去年 一直都在挖掘一些小盘股的利润 可见小盘股啊 涨是涨 但回撤也真回撤啊 所以我们是以波段交易为主 去抓最终的这个百分之 这十倍的利润哈 如果从最底下开的话 那么现在呢 去抓一会 我们看多少了 也得有百分之四百的利润吧 不过呢 这个上行肯定是有反复的哈 对吧 有回撤 所以这位置看看是不是抄底正当时 差不多我感觉啊 那如果今天没有阴线使劲的回归啊 那这个位置附近 或者说下周早的时候 都是阳线的话 那这就是抄底 没什么问题 因为技术面就是应该这么预期 没有消息面吧 没有啊 那么技术面就是这么去想 那如果再大阴线的话 那止损点就在放在这个位置 小盘股呢 一般都要低配哈 不要重仓满仓 我记得之前我们做一些小盘股的时候 然后有些网友案 不知道是干嘛的 反正就说啊 非得要满仓什么的 完全不跟我们的交易模式是一致的哈 我们的仓位管理 所以大家不要说他们的干扰啊 这都是玩一玩的事 好 这是小盘股 我们看一下DKNG DKNG也有一点点止跌的意味哈 那么多头的趋势线呢 可以适当的调一下 调到当前的地点 为啥呢 因为啊 刚才我们看到小盘股 包括这个传统股啊 它都有止跌的迹象 对吧 那因此多头应该抓住机会去做多 对吧 DKNG应该做多吧 我们修正了我们的那个 那么这个大家还记得这个图呢 双重大底走起来飞飞飞 最后飞到最高位是吧 从现在最下边十几块钱 涨到70多啊 那现在是快50块钱了啊 涨了不少了吧 还得看涨吧 技术面没有啊 这个连续大阴线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这是一波回撤啊 回撤直跌 这个图呢 跟跟shop还有点像 但是shop受到财报影响 往下跳了 这个图呢 这没有财报哈 那么这样的话 只能去看涨 做多 多头小波段又要来了啊 我们应该画好一个钱袋的 就画不画都行啊 画好一个钱袋的趋势线 看能不能去挖掘一个 这是40多 这是70多 挖掘一个百分之七八十的一个空间 利润 对吧 这也是分段做啊 有回撤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说再跌了呢 跌了止损 放在附近 我们是顺势预期者 近期的趋势是顺势 做空的胜率低 做多的胜率高 好 优步 优步也是近期回射比较猛的 那么过去两天呢 有一些反弹迹象啊 但是呢 阳线只有昨天一根 接下来呢 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 进一步止跌的情况啊 多头也可以试藏啊 因为啊 那些小繁古都往上走了 那么这些之前领长的图 估计也不会说太悲观了 我们同时应该把最高位的阻力区画一下 那么接下来比较乐观的情形 是测试阻力区 往上谈 悲观情形 这个指滴还没有指哈 所以 现在是市场阶段 对吧 所以呢 看起来好像机会越来越多了哈 经过一个多页的洗盘 好 我们看一下Lulu Lulu也是如此 应该选择做多 Lulu的图我不是太喜欢啊 之前长得也挺猛 现在这个跌的也挺猛 那么近期有很多这种 跳空下跌的图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就不要第一时间去抄底 再看一看它指跌的情况 对吧 那么昨天呢 有一点点指跌的小意味 多头呢 如果是仓的话 止损极限就在这 不喜欢这个图 传统股 CCL 我们说 昨天又是阳线 那昨天盘前我们说 昨天盘前说 如果全天就是阳线 没有任何跌的迹象的话 应该做多 应该做多 至少反弹一波 对吧 至少反弹一波 所以现在近期的 中线偏短线的机会 多起来了感觉 盈亏比也都不错 又要考虑概率 又要考虑盈亏比 架构还得给出 这样的话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胜率 对吧 不是百分之百胜率 但是确实有可能 走一个W小底 这个走势 我看一下Roku 好久没看了 Roku不行 还需要强劲的止跌才行 不过这个位置 在我看来是啥呢 是一个大型的扩散三点形 我们说扩散三点形 它是一个震荡形态 它是一个洗盘形态 我们第一预期呢 它是为了反转 因为现代市场呢 它不是纯熊式来是吧 不是那种大熊式 那么这样的话 这应该建成构成一个建仓抄底的一个机会 感受到了没 那么止损点就放在这个 收敛三点形的 这个扩散三点形的下边沿 止损比较小 应该选择做多 止损点应该放在近期最高点这 因为之前的高点都被尝试突破过了 这样的话做多 对吧 我们看一下阳线 今天应该 如果又是阳线 应该做多 差不多 感觉 扩散二型是反转形态 一般情况下 但是我们说我们对于各种形态 到底是上涨中继 还是上涨的一个反转 反转有空头 我们一般不猜 但考虑到当前市场的整体氛围 并不是绝对熊式 应该在这个地方朝底正当时 做多 止损点非常的小 止损空间非常小 还有这个 PayPal也是抄底吧 PayPal这个我们老早就关注了 在这个附近 我们说微上去怎么办 看看这 是不是头肩底 你看 还有点那意思 尽管大盘最近都疲软 它也在这右肩这一直在震荡 但低点在提升 所以多头应该适当布局都抄底 所以 这就是之前被冷漠的一些图 我们看一下苹果 苹果也是做毒 苹果的悲观情形就是震荡了 所以风险已经也就这样了 乐观情形是啥呀 大涨 这是一个双重大底 是吧 大型的洗盘形态 是吧 亚马逊呢 亚马逊可以做毒 或者继续吃仓 传统股的GM也是做毒 空头没有显现力度 日线图 空头不强 那么这样的话 当做上涨中继来看 这是一个横盘洗盘 是吧 我们说横盘洗盘 我们第一预期是往上预期 近期的趋势是往上 对吧 跌下来我们才减持 不跌 就往上看 因为你选一个方向 你得选呢 你得固定一种思路 我们的思路是顺着往上看 那万一跌了 跌了就减持 减仓 好 再看一个传统物 波音做多是吧 你看 多么像啊 是吧 但是你做多 你要注意趋势线得画好 尺寸点得设定好 这东西这个应该还是以波段交易为主吧 不能信仰长持吧 这东西信仰长持怎么搞啊 那么这个图实际上它也有一种什么形态 刚才说的哈 固断线形态 尽管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形态啊 我喜欢趋势线 不喜欢这些形态 现在应该选择做多 胜率较高 盈亏比较好 趋势波段交易啊 好 说到哪了 说到微软昨天看了没 所以微软也是做多是吧 微软我们是从上周 至少是从上周五盘前就开始说要布局 近期要慢慢买起来 因为之前这阴线太强 你不得不提防一下啊 事实上提防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要提防大熊市啊 那非也是如此啊 做多 迪士尼呢 迪士尼接下来看直跌的情况 新的一轮的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一个跳空线下之后 由于惯性还要再跌一跌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慢一点新一轮的抄底 应该说哈 感觉到了抄底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多 谷歌呢 哎 谷歌 谷歌空头不强啊 继续持仓 阿斯梅尔呢 也应该试仓建仓啊 试仓就可以了 在这根长的就是向右侧再去加仓一次 就可以了 这是绿的哈 机会 这是机会 因为现在市场分化的机会和回撤 同时在进行中 我们看一下shop是不是要指低啊 shop需要强劲大阳线才行 刚才我们看过一个图啊 继续跌来着 这个位置如果给大阳线可以建一次仓 在这根趋势线的右侧再去加仓就可以了 那如果跌深呢 就不要加仓啊 等更深的位置再去加仓 这图 也可以不要做这种图啊 办到的行业整体 今天盘前也是多头 这样的话还是要做多啊 今天的关键词是啥 做多 没错啊 特斯拉呢 估计 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或者是等待趋势线的右侧这个位置 去加仓就可以了 应该不会太悲观了吧 顶多是震荡啊 震荡行情了 对吧 悲观情况就是震荡行情 再跌回来 那就没人买了 英伟达呢 也得整体上 英伟达的日线图的交易模式 什么来着 我们在上周开始说要试仓 建仓分批买 要经得住震荡啊 那现在还是这个思路 这是日线级别的交易者 那么四小时级别的交易者呢 如果你是四小时级别小波段的 你要注意这跌下来 你要坚持啊 等待更低的位置再去做啊 就看就看你是什么交易者了啊 你是这么短线的交易者 你就应该 对吧 破位之后就会卖掉 等待新的一个抄底点 如果你是日线级别交易者 本身我们就是慢速建仓的模式 是吧 那么后续啊 震荡的时候慢慢加就行了 那如果不跌下来呢 不跌下来继续买呀 定投啊 分批啊 往上涨也可以 对吧 但岂不就是错过这一点 这点必须得错过的 因为这节你都不知道 他一定会止跌 对不对 这节必须得错过 周五之前 上周五之前都得错过 才是正确的处理 实际上如果紧真的话 在这就卖掉了 所以周五再见 对吧 周四周五再见 周一再见 那么现在还有机会 超为电脑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看直接的情况 好吧 总结下来 机会也挺多的 差不多 这波回撤 好 再见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